大家好,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珍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珍迪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亦都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今次新聞就講貴國 這位華人部長 華文媒體 說到他挺有正義感 就說他是擁救中國旅客 但是有些媒體就說他是硬廠 說他擅闖,所以為何硬廠是引好呢 我們引述媒體的說法 我們看看整件事發生甚麼事 馬來西亞的旅遊藝術及文化部長 張慶順先生 他承認是 所謂硬廠機場 移民廳的那位部長 不過是所謂的,為甚麼呢 因為他覺得自己是沒有線廠 那他做甚麼事呢 原來呢 他 就是 其實我也蠻擔心他 因為他揭露一些事情 但是 有些事情揭露了會否斷人迷路呢 他呢 就說他沒有 線廠 而是 接獲一名 內地女子 在進行通關手續時 因為不善延遲 語言不通等等 導致溝通問題 而被 移民官員 關入了 小欺烏 黑房仔 我們經常叫 並且 遭受到疑似宗教人士的接客 表示 喂 幫你搞定他 我協助你搞定他 這件事一定會放你走 當然 是 幫你搞定他 當然要有少少付款 你們經常說的 不是你們經常說的 我只是聽KWL說的 我收回這句話 就是這個叫 Coffee money 我打算是 堂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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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那些Coffee money 喝咖啡錢 當然可以買很多咖啡 可能可以喝一年也不止這個數 中介就是 給我一些 雷我 錢我 放你走 而 帶這個廉政部門調查 他就真的帶廉政部門調查了解真相 其實都很 大膽 我覺得有少少 覺得有少少像拍戲 很有那種古裝味 這位部長 他就說 這位 內地女子 就是疑似 是有個中介就算他 喂 貢獻 貢獻這個詞 這次馮得來人的貢獻 就是提供一些 配套 一個什麼配套 疑似中介就是 憲計提供價值三千 三千加一百二十千 不好意思 十二千 一百二十千 十二千即是一萬二 的配套 讓這位女子出境 當然 可以再重新入境 出境機票 三千零吉 重新入境機票 三千零吉 一萬二千零吉 就是申請 所需手續的費用 亦都說 他說 移民廳有害群之馬 這個江湖傳聞了很久 但始終沒有 公司的揭露 老實說 之前亦都有人說 去泰國要夾一張10元美金 那是綠路通關的時候 但是那個是 以前我聽說這個機場都有 但是後來他太明顯了 我是真的用 正常途徑什麼都沒有 很快過關 什麽10元那些是沒有的 我是試過有的 是乘火車去 巴士 巴士 張先生剛剛發文就說 這名女子除了 本身面對 官員 是催促 繳納不知名款項之外 其實 三千、三千、六千、六千、六千加 十二千 很多的了 十八千 一萬八千馬幣很厲害 現在這位內地女子是出境的 入境還是出境 應該是 入境吧 入境 這個錢也是一筆相當大的數 如果你出境還慘 差不多花光了 用光了 哪裏有那麼多錢給你 你看看原來 張先生 他就說 他的僱主 亦遭二次中介人 接客 中介人 用一個引號 因為 他不知道是真正移民中介 還是有移民部的中介 哈哈 中介 表示 什麼事呢 幫你搞定他 一定放你走 不過 那當然是要一些錢 是需要 繳納 高額 的錢 就說 擺平事件 這個是 擺脫問題的代價 他就說 我 收到消息之後 就跟部門人員 包括 隸屬於旅遊報的 廉政部門調查人員 趕到機場了解情況 莫知這個女子 在通關時 只是因為語言 溝通問題 被關入小黑屋 文化 並且 就是 無故沒收手機 超過15個小時 因為他是 over night 很瘋 只有一頓飯給他吃 這件事 應該是不行的 真的不行的 15個小時一頓飯 你語言不通 需要關那麼久 不是為禁問 起碼不要餓到別人 舉止態度可謂 盲橫 惡劣 盲橫 對不起 剛才說到普通話 盲橫 惡劣 毫無人道可言 如果 難聽說 其實那些人是傻 如果他暈了 出了什麼事 不就更麻煩 你起碼要保證他吃得飽 有的 你就這樣聽 是想用這個方法逼他過水 是 但事實是 這名女子 手機內 都有之前準備的往返機票和下塔酒店的紀錄 基本上 是沒有觸犯任何入境條例 所以他就呼籲內政部 還有反貪污委員會正視這件事 並且立即展開調查 必須 火速 火速地找到這些移民廳內的害群之馬 以便 解決 其實他也說過 原來一二再再二三 不斷發生同樣的案例 延下這位張先生的意思就是 你是不是 之前有很多例子 令到 別人覺得你 來找水 一網打盡 一些中飽私囊 惡劣行徑 好像飢餓豺狼破壞國家形象的 不乏之事 他就說 在中介介入之後 這名女子在移民廳官員 無法提出實質證據下 而被釋放 不好意思不是中介介入 他介入之下 因為他始終是部長 並非好像 報紙這樣說 部長到場才獲得釋放 原來 是在介入交涉之後 他就說回 介入交涉之後 好像沒有什麼差別 是 因為交涉是他幫他交涉 因為他擔心別人覺得 原來你來啊 傻觀威 你來的方人 不是的 他說是交涉之後 張先生也說 他是遵從正規 的渠道 憑著所申請到的 通行證進入移民廳 根本沒有線廠的爭議 為什麼人說他線廠呢 因為我看到有些 其他你們有族同胞 好像不太喜歡他這樣做 為什麼 有族同胞不太喜歡呢 原來 看回資料 移民部多數是有族同胞做的 亦說他破壞了規矩 其實不可以硬闖 就算是部長也不可以硬闖 張先生 你也說過有族同胞 公務員的比例是否高一點 非常之高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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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之高 因為我聽說 我有一些馬來西亞的朋友說 要是你跟他說英文 但是 是的他們全部是懂英文的 因為 之前我們有個西人朋友 探望他 女朋友就是馬來西亞人 遇到一些 類似的狀況 但是 他背後有個 都上算強大的國家 這個叫美國 然後 後來就 擺平 擺平 而且 他的女朋友 貌似在當地 親友都是知名人士 這樣說 說什麼人 說回來 張慶順 他就說 確保過程中立 其實他也 當時馬上聯繫 旅遊報廉政單位的檢查員 一起前往 但是 或許是因為 事情過於臨時 並且剛剛遇上了這個大節 蝦之節 負責官員在更換 通行正時 耗費了一定時間 而無法及時到場進行偵查工作 他就說 雖然如此 我們還要求內政部反貪會以及各個涉及相關部門針對 我國就是馬國 移民廳入境櫃台的官員展開調查 畢竟 自從他上任之後 他說收到大量的外國旅客投訴 這樣 一般 我收到的風 就是 本地旅客他們不敢動 一定投訴到你爆炸 不是 會說 他會說 入境或者出境的外國旅客 有些新聞報道就是 看人吃飯 看你是哪一處 譬如 有些道聽途說的消息 就說 懷疑 尤其是類子 入境的時候 懷疑你從事這個 大寶劍 大寶劍 然後 他又多番刁難 如果 在現場 沒有辦法 說得通 說得成的話 應該就會 好像這位 就進入一間客房 搞一大輪 又不知道哪裏 走出一個中介出來 跟你談一談 接著要做一些手續 做完手續 你就可以 通關 至於手續的 銀碼的多少 就因人而異 聽不少 真的 18,000很多 真心說 加起來 剛才她說的 萬百元 這位 內地女子 跟她 交涉的官員 怎麽樣可以知道 她身上有 這麼多現款 不是每個人有的 8,000 真是很多 馬幣18,000 真是很多 玩得很開心 玩得很久 張先生也說 他上任後 收了很多投訴 表示 馬國 我國 入境官員態度 欠佳選擇性 去刁難特定的 族群 以及 國家的人士 跟你說一樣 西人是不敢動的 通常是 亞洲的 咦 我記得我的朋友說 她是越南人 她也說很麻煩 有一次進去 是呀 很壞 但是 傳聞就很多 真的揭號出來的就很少 一旦無法面對暢通 無法暢通的一些旅客 有人大擺官威 長此以來 使全球旅客對我國 旅遊業敗打折扣 她亦說 之前已經要求大馬國際機場必須安排通 通曉中文 泰米爾語 人道 有些斯里蘭卡人都會說 還有 阿拉伯文的人 在當地做翻譯助手 這件事亦獲得大馬機場控股公司 MAHB 的響應實施 而這些移民局官員在面對 客人之間溝通 有狀況 卻是 沒有找這些在場的翻譯人員尋求 協助 其實這件事真的有點奇怪 可能她不知道 可能她 我說那位旅客 那位旅客 那位旅客 那些 移民局的人 當然是知道 官員一定知道 但是 有人 建立一套 江湖規矩 和審核標準 憑着 各籍衣著 就是 看菜 看菜吃飯 如果你 來自某些國家 看上去 很光線 但是你又語言不通 就有這樣的 剛才你說的那種狀況 張先生也說 甚至 聽過 我國至馬國的國際機場 扣留中心 不時發生 被 這些拘留者 動手的事件 這類傳聞 她說她用醜聞 是不絕 於一小撮官員的行為 已經是嚴重涉及 濫權之嫌 還好意思 大作文章 大作文章是什麼意思 是否說 那個旅客不對 亦有說這位部長不對 說要調查他 他亦說 我各國政府單位 以及涉及部門 尤其是內政部 SPRM 和MCMC 這些我不知道什麼 反正他這樣說 馬上要 正視有關事 找出一系列的 此作俑者 和他的黨語 包括其中 涉及 勾結的中介 阻止 似歪風 他要求 相關部門 在每個角落 是多狀 CCTV 就是閉路電視 包括移民局的櫃台 和國際機場 行購留中心 他認為 應該廢除 本 應該由第三方 負責 需要被遣返回國的 拘留者的 這個 反航機票事宜 而是應該由 航空公司 處理有關的事項 並且承擔責任 以避免類似負面的事件一再發生 令到各人 獲得一定保障 當然我是未有這樣的經歷 但是 其實戴馬Sir剛才說的事 我也聽過很多次 還有交通警察 我都經常聽那些馬來西亞朋友說 交通警察 都是一個 不錯的職位 我可以多喝點咖啡 就是傳聞 令到不少來自香港的朋友 想起 辣過的時代 是 當然 馬來西亞是一個很好的國家 大家有機會去玩都是好事 但是 最怕一些害群芝麻 就是 損害國家形象 另外 其實警方說 未接報由機場調查 這樣說 這個就是 警方就說 因為 警方就說 目前並未 接獲 這個頭部 並未開黨調查 沒有人 去投訴 暫時 當然 如果真的有官員涉及濫權 需要 調查一下 因為始終對外窗口 就算 連泰國 泰國給人感覺 都有點 凍小 巴鈺都說你不要這樣做 因為擔心 對外的事情 一和了就沒有人來 尤其是疫口 大家都想 爭取一些客人 中國大陸的客人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來源 一個很重要的來源 有人說要告他 但是 警方說沒有接到任何的東西 其實要告他 是違規這方面 因為 你看到我們標題也有說 硬廠機場 其實這是違規 就算是部長也不行 硬廠用引號 因為這個硬廠是我們引述媒體硬廠的兩個字 他就說自己沒有 沒有之下我們只可以引述 他說硬廠 因為他就說 有手續的 有些報紙就說他沒有 但是那位女子是不是真的有遭遇呢 相信應該是有 其實都很簡單 女子說自己的東西出來就可以了 所以用疑似兩個字就合適一點 還有如果真的有的話 其實這位部長也挺大膽 因為你是打爛了很多人的飯碗 我可以佩服他 如果真的有的話 是 好,今集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